皮老板与汤姆猫相比谁相谁弱 一边是科技发达的皮老板 一边是永不延弃的汤姆猫 这两位放在一起比较 谁能更上一筹 咱们先说皮老板 皮老板是海中的 富有生物 身材短小 身高不到一厘米 而且还只有一只眼睛 就凭这副小山板 却有着统治世界的野心 有机制的小伙伴就要说了 草温啊 汤姆猫一脚就能踩死 皮老板这样的十字 咱们汤姆猫 有着巨大的身高优势 好不好 我非常认同小伙伴的观点 皮老板长得这么丁尼尔达 可以说啥也不是 但是上帝给你关上了门 就会给你开一扇窗 皮老板虽然身材还小 但是他懂高科技啊 俗话说科技才是真正的战斗力 两个钟制造出 与汤姆猫同等身高的 皮老板战争机器 这全身上下全是钢筋铁骨打造 小汤姆你拿什么出来逗 这时汤姆猫能笑一声 哼就这样 可曾听闻功夫汤姆 自从学习了中国功夫 汤姆从此站了起来 一张披士杰瑞 两招放倒狗哥 什么手劈大力师 脚踢断大树 统统信手拈来 现在的汤姆是 六亲不论 逮谁打谁 这个实力好比玄武国 第一案例此刻 皮老板的战争机器 根本不堪一击 有机制的小伙伴又要说了 丑安娜 不用比了 功夫汤姆 YYD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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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还有反转 你以为皮老板是这样的 其实皮老板是这样的 老实说 这是我见过最壮的皮老板 没有职业 绿巨轮皮老板 能够轻松举起 一艘轮船跟玩似的 不过这个脑袋 怎么还是这么小啊 貌事有点不科学啊 不管那么多 反正这样一来 局面就会瞬间反转 他们这就尴尬了 皮老板咱们不是说好的 不准开外挂吗 你是不是玩不起 皮老板举起 沙巴大的拳头说 小汤姆啊 你学了中国的功夫 却没有学到中国的兵法呀 这个叫做 成窩败寇 兵不严炸 哈哈哈哈 所以结果很明显的 皮老板完胜 感谢要把你整个做 抄换顺利 下期一个伙伴